今天來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是第五十屆香港門具展 即是HK Toys & Game Spare 到了第五十年 有一個很特別的事 除了五十年以外 今年HKBDA第一年 正式和某發哥合作來參展 在我身邊就是HKBDA的總幹事 亦是Visio的CEO Ken 和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訪問 好嗎 好 好 多謝你 Ken 其實今年第一年 和各國叫做帶隊進來參展 自己覺得除了搞了BDA 希望香港品牌能夠好 其實這個展覽對你們來說 有甚麼意義呢 其實對於我們做Colettable 這個展覽最大的意義就是 它本身這個展覽比較少 去高端Colettable的產品 而我們今次是整個BDA進來的話 其實會給予展覽的一個新鮮感 亦都給予這些客戶 會認識更多Colettable的玩具 我想這個衝擊應該會挺大的 是的 我記得我十多年前來走 是很少這類高端Colettable的產品看到 一直都是零零星星的 有幾家做事 直到今年或這幾年開始 氣候成了 又有BDA在這裡支持 其實你會覺得BDA和BDA的合作空間 有沒有很多空間可以發展 還是很滿意呢 合作空間是很大的 因為香港Toy Fair 本身是歷史悠久的展會 亦有一定的人流亦有一定客戶 我覺得我們今次是小事由到 因為很多我們做Colettable的公司 我們HK Brandtoy的Member 他們其實都沒有試過 今次試過之後 希望我們的反應是好的話 把訊息可以帶出去其他品牌的公司 等未來年可以再加大一點力度 而這次看得出貿易局 他們會投入很多資源 去幫忙宣傳Colettable Toy 而這次合作 他們看得到 這也會是一個很大的趨勢 相信他們未來時 會給予多少資源 其實我們看到V Zero Hot Toy Tiny 千席鏈 HeroCross Soup Studio 其實這些大品牌 就是你們不單在Toy Fit出現 很多展覽ACG 甚至國內外國展覽都會參展 反而香港 剛才跟你閒談之間 聽到 你們會也希望 不單是大品牌做出來 如果整個工業好 應該有大品牌 中型、小型、新進的品牌 其實這裡你有沒有寄望 有的 其實趨勢是形成了 而香港有個優勢 香港的玩具公司有個優勢 就是我們本身很勤大 國內 我們有第一手的技術 亦是最近應用這個技術的公司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一些很好的 很高級的玩具 但偏偏就不說辦之道 反而香港很多大衛的人 亦都一提到玩具 他們就會覺得 香港也是做OEM 是做一些平價的玩具 很多人其實都不願意入行 不願意入行做玩具 又辛苦 但其實我們現在希望 慢慢帶出一個訊息 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做高端的玩具 是可以做一些很吸引 是精品級的玩具 而大人、小孩都喜歡 希望慢慢令到整個廣大的市民 也好 慢慢新入行的人也好 他們是有一個 passion 去對我們以行 亦都慢慢幫香港玩具轉型 即MIT開始慢慢 仍然都有ODM 仍然都有ODM 但我們現在開始慢慢轉型 告訴大家 我們開始做 brand 是一個香港的 brand 打出去全世界 令到這件事 我不希望只有一間 兩間、三間 可以做到 希望往後 其實原來香港 就是玩具大 brand的地方 大部分大 brand 都是香港 這就是一個普及了的企業 聽到你這樣說 也好 有些想做玩具的朋友 可以入行 其實有機會 或者想做玩具品牌 或者設計師 都可以嘗試 但真的可能會不會 你個人認為 其實現在夠不夠政府 或者各部門 或者社會 夠不夠多的支持 給到這個行業呢 其實坦白說 在現在恐龍大眾 認識我們這行業的人 是不太多的 亦都在政府的資源上 當然是不太足夠 因為他們根本都不太認識 以以言論玩具可以是這樣 所以變了過去一段時間 但他們都未開始看到趨勢 但我感覺這兩三年 不論貿易發局 甚至乎政府的機構 他們都開始認識到這件事 我希望整件事會慢慢改變 當然我們作為我們 這個行業裡的公司 我們當然要更加努力 因為全世界的挑戰力很大 我們這行經常有句話 你不進步 你正在退步 所以我們都一直要進步 其實支援不是經常給大公司 或者中小公司 大公司都需要支援 因為整個氣氛 出來會差很遠 因為我都看到 其實現在香港的行業 都面對不少挑戰 因為內地都有新的品牌 他們的市場又大 但對於香港的特色 和香港的地理 或者敵士因素 我認為暫時都無法取代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政府可能除了展覽之外 還有其他方面可以支援 我見不見過韓國 有些國家政府會投放 音樂影片 你覺得這個方向 可否想想 政府或官方的投資 其實政府可以給予多些資源 以及多些支持企業去創新 創新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做數碼技術 數碼科技 不是一定要這些 現在在國內 其實很多做玩具 他們自己已經走出來 自己創新做一個IP 自己做一些外觀設計 自己做一些產品 很吸引 其實你的產品吸引 它就右腳 它自己會走 不過問題就是 很多人不敢去創新去做 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 或者貿易各方面 如果能夠幫助市場的氛圍 大家大膽一點去創新 去做一些很吸引的產品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很好 正如我手上這一個 就是你們公司自己 訂錢出來投資 研發它全新的自主IP 是 在過程中 是否真的比一般的玩具項目 投放多幾倍的投資 很久的 很久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去構思 因為你不可以只做一個產品 你要去構思內容 故事 每個人物有血有肉 要去想出來 因為今時今日 不是說你做的產品 出來的人就會買 你還要說回故事 故事裡可能包括整個 可能我們出小說 圖片 插畫 更加我們會做漫畫 做小動畫 整個全範圍去推廣 我們這個由構思到現在 都已經兩年多 現在我們還未出貨 是 還要特地請了一些團隊 回來創作漫畫 是 不單是產品要開發 連IP本身也要重新開發 是的 所以這方面 其實是要很努力去做 還有很多時間 很多心血 還有很多金錢去做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我記得很多年前 例如韓國的那些 例如 有一個叫剪套 他們都是 韓國政府會資助他們 去開發一些他們獨有的東西 然後可以打出全球 其實我覺得 香港應該是需要想 是的 因為除了錢的資助之外 我覺得 真的有很多位 其實不是那些錢的問題 是怎樣推薦 例如會不會有個 香港收藏品玩具的剪館 而是放在香港的著名品牌裡面 而我們又 品牌商不需要長期去支援 因為其實那裡很耐銷的錢 是 政府可以做這件事 像一個博物館一樣 其實又可以推廣到旅遊 又可以幫到行業 是 這個作品其實還未出現 還未出現 還未 這個作品 這個是我們叫pre-production sample 即是生產產前版 聽聞你連內地 你也要做宣傳功夫 再投放資源去做 投了很多 是的 我們甚至乎 我們要自己 除了我們說要有一天人 去做產品設計 還有人要做漫畫 或插畫 我們也有人請人去畫3D 畫動畫 即是全方位去推 最後尾 想問一下 即是問問BK 你也是總導師 你覺得在BTA的角色裡 我們怎樣可以幫到手 剛才說到政府可以做一些事 但BTA的角色可以做到甚麼 我們BTA的角色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可以聯合了這麼多品牌 一起做一件事 今次我們搞了香港Toy Fair 今年我們會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帶隊去東京的會具戰 另外一個就是上海的會具戰 希望將我們香港這麼 我覺得是我們自己團隊裡面 都引以為傲的產品 去帶出海外 去幫助我們不同大大小小的品牌 一起衝出去海外 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我們 我們希望繼續用我們BTA 這個聚沙城塔的能力 希望可以繼續幫到大家去做好一點 幫整個香港 我覺得是一個創意工業 可以發揚光打 沒錯 好 聽說Ken這麼多的肺虎之言 也希望看見的觀眾 你可能是玩家 可能是投資者 可能是政府部門官員 或者是哪位都好 希望你繼續支持香港的創意產業 尤其是這個收藏穩滿具 我們自己見 有市民的豪華 是有這個群人的豪華 從長族到長族到處 在大陸和雲 架頭上 嘩